佛光照大地发息满人间 观众朋友你好 我是张艺成 欢迎收看人间新闻 新闻首先 我们带您来看到的是 纪念佛光山开山祖师 幸运大师诞辰纪念日 在9月6号呢 是举办了李祖祝祷仪式 而另外为了感念大师的姻缘 佛光山的云居楼 更举办了共生灾业 我们给您镜头 带您一起来看看 佛光大众跟着 祖法法师们成年佛号 9月6号当天 高雄佛光山藏经楼 举办佛光山开山祖师 幸运大师诞辰纪念日 即共生法会 李祖祝祷祷仪式 同众们在庄严的佛音中 与幸运大师接行 而仪式的尾声 佛光山祝祠新宝和尚开示 勉励途众修行 仲在平常心 用一颗平常心 来休息 也就是 等着禅法 在休息一样 在日常生活里面 没有 起心动念 没有 所谓生命的心 这样的心呢 其实 一者平常 二者平静 三者呢 也可以讲 不生不灭 也就是 不生情烦恼的这颗心 紧接着 镜头来到云居楼 佛光山僧众及佛光人 共四千人来到灾堂 透过修持布施 供养 擴大佛法 佛法正能量 佛法正能量 教化人心 而在宴期间 佛光山浦门中学学生 推进四辆坐教书车 进行文化献礼 上头还搭载着 星云大师全集 缅怀大师著作等 令大众在此 欣赏到大师一身智慧皆精 而与会的嘉宾 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 荣誉总会长吴博雄 天下文化创办人高锡君 高师傅财政局长陈永胜 佛光山荣誉功德主刘焦明 罗里阿焦 众多嘉宾蒂临 令贡献灾业相当热闹 因为没有影韩国文 我们在这里 要跟师傅报告 我们会继续照他的指教 来一起来奋斗 然后一起来继续为人间 来求花生 代表市长表达 国光山在哪里 我想师傅的服务就到哪里 我们整个师傅整个团队 要再次感谢国光山的照顾 我想这也是市民最大的一个典型 今天均衣大师诞辰 并举办贡献灾业 在大师开示影片中提及 七月是佛欢喜日 而就持新宝和尚也指出供养 更是一项修行 我们也不一定是对佛教供养意识 应该是一个长久的尊重 是一个信仰 在佛教里 你共生的人有功德 你看到你也有功德 你看到你也有功德 摄着一栋树灾 我们也有功德 这个祖佛菩萨 互发荣誉 他们也在旁边跟我们在一起 除了物资的供养 我们也从修行上 我们也从修行上 来努力精进 用我的实践 忍辱 禅定 智慧 乃至 十倍包容 来供养佛 来供养法 供养生 乃至供养 一切众生 我想这个就是在供养上 可以说非常的圆满 纪念佛光山开山主师 星云大师 及伴供养灾宴 这天佛光人欢喜 供养人间佛教 众师父们也将这点 迪善缘化为凝聚力量 将持续在弘法立身事业上 不断精进 那就为时间加正能中 高雄参谱